而很多的观众的眼睛 看到了丽金 她前几天宣布重回演艺圈的时候 这个外形很多人就拿来讨论 说脸型怎么从本来的瓜子脸 变成了面包超人了 还有网友恶搞 把她跟电影的海报拿来哭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丽金 我回来了 丽金隔半年再度付出 出席活动 不过整个人似乎都不太一样了 不但脸部浮重 全部从C变成傲人一罩杯 如此大的变化 立刻成为搞怪网友的新目标 将她的照片和电影宣传海报结合 海报上的巨星阵容 有费翔 赵薇 陈坤和丽金 但是怎么有点怪怪的 原来是网友Kuso 将原本的周迅换成了丽金 两边做对比 不管是发型或是苍白的脸孔 看起来真的有几分省思 不过这引人联想的 还是下头的电影标题 只有妖怪才能决定自己的龙貌 网友真的有够毒蛇 拿照片出来比一比 麻辣天后丽金 和两位漂白的黑人男星 看起来真的有点神似 让网友看了也忍不住蓬腐大笑 最近靠着话题呛辣 敢讲敢秀 让他红遍总一圈 但却也风波不断 不过这次的整形传言 他严厉驳斥斥 强调没有整形 虽然照片被网友 Kuso合成很搞怪 但也让他立刻晋升 最夯的话题人物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